我这首飞机的新生 不好意思啊 这个电脑几乎把我放了点 我也考虑用过来的电脑 我用了好多年的电脑 没有今天的这么不顺利 所以它这个启动啊 超过我的想象 因此呢 这个我还不敢给别人说 人是什么呢 我还管这个 谁知道呢 我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也没有谁 也就是说可能 你会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让他们赶紧自己来 拖个档 什么呢 在我们没有见面之前 无论你来本地或在北大 多少年了 但终不能成为一个医学人 原因在哪呢 对 对 没有学乎 在哪呢 没有见过 好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给大家提提神 呃 北京有一个说像名的 叫郭德高 这个多少 对 还有一个名言 这个叫什么呀 举头望平月 我是赵北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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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从现在开始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缘分已经开始了 特别是针对于我们的医学专业的同学 可能 原本 会 还会延续一年多的时间 一直到局部解放学的状况 而 系统解放学的那个 这个课呢 清楚医学专业的同学 我们这半年 原本还近 但是呢 你以后的七年 也许会 经常在校园里看到我 如果看不到我 我就出了什么意外 哈哈哈哈 知道吗 我刚才说的几个个呢 医学说 必须要修我这门课 我这门课讲什么 那你知道吗 这里边 你看到了这几个课 你说我看到了 你说 是解放学 解放学是什么 英语就是 N 我讲的是什么 是解放学 人体 人体 人体的解放学 人体 我首先 问大家一个问题 人体长什么样 你知道吗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你长得正常吗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涉及到 与你自己相关的一些结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再说 刚才有个同学可能注意的非常细 我看见一个门的 他想挠我 我 来一下 过的时候 我这样来一下 我问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在我刚才的这些动作当中 你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能够运动吗 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会涉及到哪些的骨骨啊 哪些的骨隔肌啊 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消耗的消耗的能量 如何来进行控制呢 如何来进行排泄费物呢 在这过程当中 它的所有的基础 都是我们这个学科 人体解剖学 那么我在虚论当中 要讲什么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么几个问题 人体解剖学 是人体医院学的最清楚的学科 这个学科没有之一 听明白吗 不是万二科学科 我们这就是最清楚的 是最高的那个高楼的最下的理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是讲形态 什么叫形态 这个东西长什么样的 就说什么事儿 是讲形态的 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的是 正常人体的四个问题 讲的是 我们人体内的所有的 组织和器官的结构和形态 而这个结构形态 其中也包括了 这些器官的大小啊 形状啊 重量啊 位置啊 等等的一些最清楚之事 因此首先 我要给大家解决第一个问题 龙宝 就能装 正常 问题 我这儿就完了 你正常吗 他正常吗 正常啊 正常啊 他正常吗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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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问他 我哪儿不正常 他太高了 看到吗 我给大家讲的小故事 这节课呢 我希望大家呢 也不用看书 叫一个美国的小故事 美国啊 在八十年代 在八十年代啊 他想做数字人体 听说过吗 有的声音也叫虚拟人体 他想做这么一个打击效果 现在呢 就做了各种办公司 也就好 多的多的钱 那么 这是找不到的一个小故事 怎么会找到的呢 首先呢 他在做之前的时候 想啊 我得找一个 优准的问题 才能做起来有意义 对吧 很简单 我找一个 中国的问题 那么他在想 怎么找他 那就全美国范围内找的 首先找的是那些不会动的 不会动的是什么 死人 那么找了三千多巨石 发现最后呢 没有一个完全符合 我们这本教科书上 写的那些内容 这本书 当然它是英文版的 完了以后呢 最后呢 还有没有别的资源呢 他就去找那些 死相死亡的人 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一个 你看他挺黑的啊 他实际上他属于白人 这个人呢 曾经在某一个州 杀过的人呢 被判极刑了 但是还没有执行 哎呦 中间的时候 教研的过程当中 他很正常 怎么个正常呢 你看他跟我们说 他写的那位置 就是那位置 每一个仗器都有 你看 也不缺口 不缺口 你看 挺好 那么呢 就开始一个商量 他也 哎呦 不是说我是数字人 第一人啊 可以 这个事儿很好 最后呢 死亡的时候呢 注射了 要死亡了 是不是也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 有人拿枪 打动人 也不行 因此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符合了我们 最基本的几个条件 但是呢 在做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 有了一些额外的发现 那些呢 首先 他因为他有暴力军小 他有一道三大 这个人很不容易 活了三十多岁 就一道三大 第二个 他丢过一颗牙齿 你回来想想 你说 我多颗牙齿啊 随后 我也 试着索索 我丢过五颗牙齿 我肯定不这么牙 所以说 我也到了这儿 知道了 我们再找 从这个角度 来想 马上提 你可能突然间 又会问我们 那几个东西 那几个东西 咋学 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正常的人 那么我们这日出的 一些数据 都给大家说一下 是一个通理 具体的数据 也就是 一百个人里边 有六岁的人 长成这个模样 我们说 诶 这是正常 那社群人 可能会少到一个正常 来看 他能睡几个人吗 高的 胖的 瘦的 你看我 我就是基本上 基本正常的一个 中国人 基本上这样 你看 一几多一点 就多白了 那个完了以后 你看 也不算太胖 是吧 因为他长得很像 那么 我正常吗 也就是正常 但是呢 你说我有 畸形吗 有 有 有 所以我不太了解 反正 反正 大家都知道 我尽快 还是这个 正常范围之内 反正 我最多有点 逼的长 但是没有到达 那我们来看 这个人 是矮盘型的 看他中间的这个 仗器 是什么 胃 这是当工人的正常吗 你也不知道 完了以后 看他这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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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许许多的 脏器 但是这些脏器呢 都是按照系统来讲授的 因此 按照系统来讲授正常人体的形态和结构的那个科学就是我们的这本课程 系统解放学就是我们这本课 他在这本课 系统解放学 系统解放学 如果说我是临床专业的 那么 我们等着我们的呢 还有一个局部解放学 就这么一本课 局部解放学怎么课 是按照我们人体的后层局过来的 你说你过我 我走向临床了 我可能还要学外观解放学 我另外呢 我是永江专业的 我还要学什么解放学 你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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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功能的解放学 还有一个科学 以后我们定制于稿 神经科学研究 那么你要学的是这 牛软呢 是神经解放学 那么 那么 无论是什么样的解放学 大家先看这个图片 能看明白它是在哪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看我 我当时一站 我给大家摆的姿势 我知道很正确 这样一站 站完了以后 这是哪呢 这样 这个 画 你现在叫画 以后我教完了 你就不叫画 这叫寬观点 寬观点 寬观点 那么 这是寬观点 这个鼓叫什么鼓啊 鼓鼓 就是我们所说的打琴鼓 这个呢 这是寬鼓 也就是我们说的鼓盆 这两个结构呢 组成了这个关键 这是我们的解放学的 用或中间 那么 解放学学的干嘛用 我给大家说 是为临床学习做准备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片 看到这个吗 这个片子 可能有些同学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就是什么呢 鼓 就是鼓 这个呢 是鼓盆当中的 也可以叫这个鼓吧 他们有三道鼓 现在你就叫 这是一个关键 叫什么关键 寬观点 你看它跟刚才我的头 一样吗 我再问一样吗 哎呀 差不多 差不多 哪个是基础 我们是基础 刚才 同学们在刚才的时候 可能就听到了 另外一个说法 我们这本书 是按照系统来讲 人体的解放 对不对 讲人体的解放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 是按照什么来讲的 按照主母位来讲的 你知道我们人长什么样吗 人长什么样 人我而为 人怎么长 人怎么长 还是看我 看你能够包便 他会包便 我在那一站 最上官是个秋天体 对吧 对不对 再上下走 是个圆柱体 这个圆柱体 比较标准 再上下走 一个大圆柱体 这个圆柱体 是前后后面 是吧 各位 没问题 再上 圆柱体的两个下方 分了四个差 人就这么长的 人就这么长的 最上端的圆柱体 叫什么 头 中间的索性部分 叫 脚 躯干 四个差 叫 上方的一对 叫上直 下方的一对 叫 人体就分四五 头头躯 躯干四四 完了 这样的产品 太简单了 来了一个人说 哎呀我能偷疼 还行 就偷疼 有个人来到 我都躲开了 啊这个 缺带头 我都躲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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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肢 那这个枕状 还得再分 对吧 还得再分 怎么分呢 我们再分 你乖查你这几个头 发现了 有两个地方 长得更多的肩膀 不一样 现在有头 哪两个地方 一个部分有头发 一个部分也有头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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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事实际上 现在也能躺大了 我都很招了 比你更还要 比你更还要 比你更多的肩膀还高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有头发的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怎么分件 大家可以来摸 在我们的眼睛上面 有一个眉鼓 摸到硬硬的这个地方 就是眉鼓的 深处我们摸到 一个硬硬的鼓 再摸 耳的后方 耳的后方 这儿有两个结构 叫乳骨 左右会比 我们上临床去查几个之后 有时候是带着 大概一叉 再挑一下 以后放到乳骨上去 耳的后方 这个结构 再向后摸 在人体的乳骨的最后方 有一个结构 蒙出的 蒙出的 蒙出的没有 听说过一个人没有 中德亮 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 魏彦 魏彦有一块 我叫韩语 你蒙出的没有 没有 没有 你没有 你就不属于我们 95%的第三者 完了以后 以这一 二 三点 为限 画出一条线 上方的叫乳骨 这么多数地方有头发 下方的 前下方的结构叫什么 脸 人体的头部可以分别了两个 记住吗 来 人体的颈部可分吗 颈部可分吗 以两侧 最外侧远回见 前方叫 前方叫 后方叫 像 像 你哪知道呢 忘记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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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特别有些女工学 上次又带一个 两个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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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的 驱干部 大家从前边摸的时候 我们这儿有摸的 一部分硬的 一部分 对吧 如果你有点 人学知识 就知道了 我们的人体的 驱干部中间有一个像 雄旺的一个铁后 叫 隔肌 隔 听懂吗 隔在五中 我们不知道在哪 你就问有 有类 中之上的部分 前方叫胸 下方叫 左 后面呢 上方叫背 后方叫 腰 因此 人体上下半身的分界 在哪 就在这个 转经交界里面 因此 上半身 是包括什么 大家知道 下半身 这是 大家知道 这是 不须干部的分部 那么 走向四肢 上肢 下肢 上肢 又可以这么分 这个地方叫 肩 臂 走 后 前臂 顺下 手 整个都称为手 手又分为 外 掌 掌 折 同样下肢 也可以 这样 再要分 那我们那儿还有个童 什么来看 这个人怎么分呢 这是一个 我们都看到的前面观 这个是一个后面观 人体可以分为 几个目 头 颈 去干四肢 头 颈 去干四肢 人体的头又可以分为 面部和 颅 颅 可以分为颈和 颤 须干部可以分为 凶 顾 背 腰 这是上肢 这是上肢 上肢分为 肩 臂 走 前臂 手 手 手又可以分为 肩 肝 脖 上肢 肩 脖 肩 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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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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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修,修。 走到我这,咱们就磕弯了。 磕弯又得说宿义,就是那个特。 我们这个宿义呢,这个叫足。 这个叫足,足有分为一二三三五五五花,那个叫。 那么你们知道吗? 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在半年中的时间里面讲解了什么 讲系统的程序 人体有几个系统吗 九合系统 你说我认识这个事 真爱这个 我知道 九大系统 包括哪九大系统呢 我给大家稍微的说说 这个上面就已经比我们拿大语 稍微的给大家说 运动系统 第二个 Elementor系统是什么 大家一看都不认识 这个是写的是胃肠道 也就是说 接下来是 呼吸 咪尿 松直 这个 平凡 感受 气 就是说感觉系统 这个呢 是内分泌系统 这个是内 这个是内 这个是神经系统 人体有九大系统 在九大系统当中 人体是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下 才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 这是好多课文化都不一样 但是 我们中文要学些什么呢 我们还要到每一个系统 拆开了看 第一个 人体开了九末花 我们得先看看这一朵 这一朵很复杂 我们要学什么呢 我要利用一周多的时间去学习 运动学习 因为你的课开几周多的时间 两周 最多给你三周 整三周我们都倒了 其实是内战族了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一两周的时间内 我们学什么呢 要学三个几周 五 不连结了 人体有多少块 知道吗 不理 二百零块 是书本 到这儿 所有东西都不一定 我们汉语 空调 或者说一般儿子 正常人 有二百零四 哪儿没有啊 小脚子一般的样子 小脚子 末脱子 就是只有脸部在这儿 有一截儿 我会在一块 末截儿 和中截儿 我会在一块儿 这些评告 第一个问题 我要告诉你 人体有二百零 六块 五 末脚子一般儿子 我再讲 第二个 我要告诉你 人体有多少块 肌肉 多少块 没有一个同学 能告诉我多少 只有我能告诉你 可能是六百个块 多多少呢 有的末脚子写 六百六十三块 有的人说 六百三十九块 我也没查清楚 你想想 二百零六块 五 加上六百零块 五合肌 还有五合肌 和五相关的 有几十个关节 我们要学的 几十个关节 一两周的时间内学习 是不是有点突然啊 我也得六百零块 但是呢 我们要讲的是 在这个 非常重的 学习任务 当中 我们还有 非常 清楚的 重点 一块肌肉 我都让你们知道 这是第一道 我们要学的是 运动计划 等会我还要再 比较小气的来给大家说 运动 当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大家很清楚 这张图讲的是 这是什么系统 消化 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又分为两大类的仗屑 第一大类呢 是这种空心的 包括口腔在内的 像尸管啊 味道 这都是空心的 包括这种 消化 第二大类呢 是这种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还有离线 另外还有货线 这都是一式的仗屑 一式的仗屑 两种仗屑 在消化系统上 我都要告诉你 消化系统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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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食物从口腔进入 食物的残渣 或者说是我们吸收的代现 这些废物 这不叫最后通过 最后的这个管道 叫什么 直肠 我们知道我们的排除体外 如果我要是给它来点吃毛 给它起一个别名 应该叫什么 菊花 应该叫 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交化系统 应该叫 应该叫 听到应该叫 进出口公司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护肌肉 我就来讲 第二个 我们来干 这是什么 护肌系统 护肌系统也没有管道 哪可管道 从一开始 你看 这是鼻 烟 头 到哪儿了 这是什么 这是头 气管 组织气管 在进入更备 这也是一件事的 那么 整个的护肌系统 看到了这个 就你的以前的科普知识 它是做什么用来 它的功能在哪儿 气体交换 呼噜的是什么 氧气 是不含氧气的空气 呼噜的呢 二氧化碳稍微有程度就高了 无论是氧气 和二氧化碳 都是天然的气体交换 如果给它起个别人 应该叫什么公司 是氧气 是氧气 对 现在是氧气公司 很好 这个呢 我们看到了这幅图的时候 你首先来找一个最核心的涨气 是谁啊 是氧气 是氧气 甚至于这个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上下半身的图 看到呢 隔的下方 看到的火候壁这边 有一个蝉痘样的结合 这个蝉痘怎么小 差不多 这么大 比这个稍微薄一点 大小跟它差不多 像鱼工业那样 这么大 那么 对于左右隔一的肾章 它的主要功能是干嘛 主要功能 是过日过程的鱼食验 它的主要作用 我给大家评论 就知道了 每天人体的肾脏 可以产生一百升的原料 最后 经过肾脏的努力 排出重要一升 因此 它的作用 维修百多九十九多次 帮那些代谢的被伍通过的百分之一 一升的药业 排出区块 因此 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肾脏离拜 这个是肾脏离拜 与肾脏相关的 这个是塑料管 是个中风的门道 最后 药业暂时储存地在哪儿 好 好 好 这个公司 有一个 很容易起的逼迷 什么公司 对 自来手的公司 人 人 可以 可以这么来讲 已经进化到一个 非常高级的一个 一个 结构 起码 代表着这个 高级结构的 有一个特性 就是人 是两性 是男性 和女性 是区分开词 但在我的眼 不是 人 男性 和女性 是 区分的 什么意思 从肺胎发生上而言 男性 女性 是同源的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稍微倒不倒 你说 我们看到了这个 是男性的 有一个生殖线 是位于一郎内的 我帮他掌盘 这个是女性的生殖线 这个生殖线 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的生殖线 她说 这个是短条 你看看 大小的生殖线也差不多 发生错误也差不多 发生在哪儿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人体的男性和女性的 男性的搞完女性的短条 在最初配胎发生地 在甚至下 而只不过有的 有个障礁的走到路 有个障礁的走到路 有个路走到鸡腿 还有一个 同学们可能突然问 会问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看到这个障礁的 That's the same question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零礁 那边男人就说了,我没找到男人在这边都知道 有吗?我告诉你,有! 在哪儿啊? 且听下文文说,以后我会告诉你,肯定有 男性女性的习惯是习惯的 因此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孙子习惯 我们也知道,搞完主要的功能产生很精彩 卵子是由乱桃来形成的 无论是精准的卵子是人类的 繁衍生息的是吗? 种子的,因此这个公司应该有什么样? 种子的公司 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知道我要想讲哪个系统吗? 循环系统 循环系统是生理学上的一个原因 在我们这儿叫麦广 麦广 麦是动麦的麦 我们是管道的麦 讲一个小笑话,麦有些东西非常疲惫 有一次我也是跟大家这样过了个听课 我们之间相会教过 你从哪儿来的?我从北京来的 你从哪儿来的?我从河南来的 我从山东来的 你搞什么科业呢? 有些东西说,我是基础的 我是临床的 我是口腔的 我是预防的 具体哪个专业? 我们有时候就问了 我是神经的 我是卖广蛋 我会有一个同学搞文科 他回来带来我找到我们的工会那边 不是工会 就是咱们的公交部 他问我 你哪个专业呢? 我说我是卖广蛋 接下来我问了一个问题 你卖什么管? 我卖什么管呢? 我们来看 这个呢 是循环西武当中的核心 肘 肘 叫什么? 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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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地方 不叫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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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与心相连的输出血液的管道 我们叫动脉 维收血液的管道 我们叫静脉 有明白吗? 这是静脉和动脉 但是 不是所有的动脉里面流行的 都是含氧量红色的动脉 也不是所有的静脉当中流行的都是暗红色的 不是富含氧气的静脉血液 这句话挺丁脉的 很高 味相当好亮的 看你动脉的意思 而动脉和静脉之间 相互连串在一块的 却是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毛细血液 这些 无论是心脏 动脉 静脉 和毛细血液 都属于一个系统 脉管系统当中的心血液 第二个系统 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林飞里的系统 这个是 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当中 当然也有一些淋巴管道 也包括了一些淋巴系统 淋巴组织等等 但是它其中 瘤膀或者最多瘤膀 是无色透明的淋巴液 我讲到了 无色透明的淋巴液 但是在某些区域 比如说 在我们的卫生道那些地方 因为吸收了大量的 一些脂肪颗粒 蛋白 大分子的蛋白 进入了淋巴管内了 因此就把我们 无色透明的淋巴液 就成了什么上 乳名色 也就是我们的豆浆 因此有的时候 大家在想 特别到淋巴上以后 都说 淋巴液都是乳白 什么呢 而在我们说 绝大多数区域的淋巴液 是无色透明的 像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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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吗 无色透明的也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系统当中 所包含的 两大部分的内容 看到这张图 我要讲的就是 感受器 感觉器官 感觉器官 我要问大家一个 非常浅浅的 一个科普问题 你有感觉吗 没有 没感觉的 赶紧去山岩 第一个 第二个 你所知道的 所了解的感觉 是不是可以 非分类 有一种感觉 我们来看 看我 有一种感觉 我拿如果这是个针 扎一下皮肤 应该感觉到特务吧 对吧 还有 是不是我要如果 再拿一个 看到这个了吗 拿这个 可以对吧 你看 它都是里面的水 对吧 如果是140水 放到我这儿 能感觉到 这是 什么感觉 刚才是冻冻 这个是 刚才说这个什么 冻冻冻 这一杯水 放到我这儿 或者压到我家 是不是有一个 触觉 压觉 对吧 有吧 有 这种感觉 是不是都比 好潜的皮肤感觉 不管 你闭上眼睛 你知道你是在做 知道吗 知道你在做的 知道你在做的 我也知道 我必然感觉我在站 这是深的感觉 骨隔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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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的一些深感觉 感觉 还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是我们的一些特殊的 一些器官 比如我们看到的 这些 这叫什么 眼 在这儿不叫眼 这是俗称眼 这叫 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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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体的感受器 那这个叫什么呢 是一体 说到不知 人体的耳 俗称耳有两种 一种是听声音 你在坐车的时候 能感受到动物直线 加速 减速 匀速 旋转 都能感受到 与什么有关 与耳有关 因此人体的耳 不仅有听觉 哎呀 什么叫 未知觉 因此这个仗器 应该得名叫 未听器 未知觉 未知觉 和清觉感受器 你先别记 你记得这个未听器的名字 是在十年以前的数目上有过 现在叫什么名了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什么叫道具 而我们现在的名字呢 叫什么呢 我们来看 这个结构叫 前行 这个结构叫 耳朵 是不是像模拟话 对不对 有人体长得可好玩 什么东西 最有意思 最好的 都会翻到人体里面去 以后 前行我分错 我下一刻想 忽敌耳朵 看到没有 因此 这个感受器 这不叫俗诚耳 老名字叫 未听器 现在说过 他的名字叫 前行窝 系 哎呀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汉语太浮大 所以说我先 给他 你先说 代语 我们再看 这个 内科医密系统 是我们在解剖学当中 九大系统当中 唯一的一个 在系统解剖学当中 不讲的系统 再叫做 人体的 内分泌系统 它包括了 从头 我们现在只能说头 实际上是在颅部的 下丘脑椅子 一直到各个线 这么一个 轴屋的调控当中 这里面呢 既包括了 我们知道的垂体 也包括了脚装线 底部的脚装线 以及肾上方的肾上线 以及与唐妙病相关的 遗线当中的内分泌度 当然也包括性贴等等的部位 因此呢 在这儿呢 我们营党呢 有机会 马上可以来讲 临床外业的公约 以后在局部的脚装当中 还会遇到一期的 这种腺炎 最后还剩下一个 什么 Meral system 神经系统 人体的神经系统 可以按部位来分 分为两个部位 第一个部分 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位于人体的 颅腔当中的脑 人 这个看到的是脑 脑有多大 你的头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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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老师 我没有机会把它称一下 人体的头有多大 细练 是脑没有 你脑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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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脑有多大 那么你好 你脑有多大 剑你脑有多大 这个脑有多大 当中有一种豆腐 叫北豆腐 就是那样 稍微用一种豆腐 当然 人体的脑 如果不经处理 拿马尾是停的起来 治病很狠 应该就是比较多 新鲜的脑像什么 像芋笼 那种小白豆 那种特别好 芋笼 都爱吃芋笼 我们来看还有一个水晶系统 这是一个脑 看到这个了吗 这是位于 我现在看见 我可能不知道 位于椎管内的脊椎 这两个部分 脑和椎椎就会有一个物品的猪 人体的脊椎在哪 大家尝试来来看 能摸到最后这里有条封吗 根本的身边有一个一个的古性龙旗 能摸到吗 这个龙旗在上前走五个公分 就有一个火 人体的脊椎都会随内摸 你说我打在哪 我可以告诉你 你能摸到这里的颅虎吗 下边走一点五个公分就到了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小心 从这儿到你的士兵部有何远 一条五个公分 在这儿都不到一六个公分 因此这个地方我们下边都要讲 这是我们人体的泰国学 也叫一点 哪一点有三个公分 与脑和颈椎相连的 我看到脑和颈椎相连的 我看到脑和颈椎相连的 就有了许许许多多的什么 Near Near是什么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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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来看的话 它就叫做中枢神经系统 Synial neural system 这个就是周围神经系统 两个大的东西做 与脑相连的神经 叫做脑和颈椎相连的神经 应该叫做什么 是 对 与内障相关的神经 内障神经 与须椎相关的神经 叫做脑和颈椎相关的神经 叫做脑和颈椎相关的神经 以及以后领椎相关的神经 叫做脑和颈椎相关的神经 叫做脑和颈椎相关的神经 这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九个经文 那么 铁博学到底怎么学 我得给大家订个标准一代 首先 有一个解剖学的知识 这个解剖学的知识 我刚才从那 我现在在那里站 我这一站 我不是国际护和颈椎相关的神经 我是解剖学教育 我站出来的知识 不是立正知识 我是什么知识 解剖学知识 怎么在这儿呢 我从中间来站 我从中间来站 基本上一样 但是呢 我的足尖 看到没有 是朝前的 我的手掌呢 你没见到哪个 国际护和颜椎相关的 这是解剖学的知识 在这个的前提下 我们就能讲解到 谁在上呢 我告诉你 鼻子在最的上方 也就是鼻在后 眼在鼻的上方 眼 也就是我们说的 四切在鼻的 两刻 也就是在它的外壳 鼻在中 内壳 对吧 也就是上 下 内外 等等的一些说法 完了以后 人体还可以分成几个面来研究 哪几个面 首先你看我 我平常人站 如果 有人从这儿 你给我拿开 是不是 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 我中间的这个面 叫什么面 死状 人体有几个正宗 死状 人体有几个正宗 死状 人体有几个正宗 人体有几个正宗 人体有多少个死状 死状 死状 对 因此我们有一些标本 我们在我们标准 这个就是 死状 死状 还有一种段片 如果 在看我们 还是把我们的前面 站一扣 从这儿去 前面 不断 不断 这个面 也叫什么面 对 怪状 怪状 又称 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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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哪里 珍 方 标准 同样 没有正宗 蛾 还有一种面 是的 这个短片叫什么样子 所以也叫短片 人体的短片能切多少 无数 但是我给大家出一个小点 半年别老切我了 切你们 切你们 从正中施装方便上切开 我一个手 左边过往右边 你别告诉我 老师我肯定有左边 我左边比右边多一个 那个是属于机球不属于正常 完了以后我的问题又来了 人体 从中间正中施装方便切开了 是左侧重吗 还是右侧重吗 左侧重 右侧重 右侧重 右侧重吗 对 刚才我们说 刚才这些段片 我看了一些图 给大家知道 右侧重 右侧重 最大的涨气 干 左侧重 对 对 心动难过是吗 对 人的心 当然说是不正 偏 但是偏心 也是三分之二 偏心 就是三分之二 流六 我们的左侧 是不是有一个长期 叫匹章 一线 是不是还有一个胃 那你到这哪边重啊 十专 我最后我听他自己的结论出来了 你说基本上差不多 差多少啊 右边再来 在四个情况下 不吃饭的时候 前提来了 不吃饭的时候 右边比左边 重不到二百克 如果 我再来 再说 如果 我右边真是很重 能重到三五斤 所以我更重 那么 你走路的时候 会很重 是不是 哎呦 这个还真是很重 这是谁的包 来一个点 我不用带这么多工匠 来一个 我还带这么多工匠 是不是 你来想 如果我六个重的话 你是不是走路 我就会 是不是会这样 另外 你如果转 你要如果走在 一个茫茫的一个 一个沙漠道中 你如果走路的话 龙火 是一样重的 龙火 是一样重的 龙火 会一样重的 龙火 会一样重的 所以说 人 狼火 会转着圈 你知道吗 人 是什么 空火的时候 是不是 右手偏重 转着转着一点点 回来 我又到这 这是给大家说的一个问题 你看 我们再看 从这张图上 我们来表 我们来表 这个面 是什么面 这个呢 那个呢 那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切出来 这是一个 谁会有很多词的一个基础 主人的 断面 骨光骨的骨面 另外呢 在这些基础上 也就有了 上 下 前 后 内 万 近 远安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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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万 这个就是里边外人的意思 他要变得和生存 这几个词大家认识吗 人 人 人 革命 上位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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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孖子是什么学当中最简单的词 但是这些最简单的词 以为来源于拉丁语的 是来源于拉丁语的 是来源于拉丁语的英语的 所以说大家反共来生 我交给大家进 看到这个呢 这前面是蚂蚁 下面是 这个呢 前面是英语 也是 看到没有 这个呢 左皮尔远 这是上 这是下 这是一系列的 另外还有内 这是远近应该会 这是人侧 这是文侧 这个词很重要 腹部 我经常会用腹部 这个刀双 这是背部 这是背部 所以说要记得这些 还有呢 这是内部外 有一个结构叫内囊 是哪里会吗 哪里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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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会有主权 因为主权就是说 内囊就是 因此会有太多 外囊就用它来解释 这就是表情的 前感的这些生感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也只能是一系列的解剖学图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临床上的一个 生计或核实的片子 这是我们的团片解剖学 是不是最后合出这么一句话 我们的解剖学是 临床的基础 你看我们的图片 就很清楚 我们 还要在学习 这半年的时间内 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重我们的理论学系 必须到最后有65%的分数 我都要出的 有个考试当中 那么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 这本书呢 又薄又是书班式 价格呢 也不是太贵 所以说呢 这本书呢 另外呢 有一句话 是哪本书都能够把解剖学 考到100分 但离不开这本 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 这本书 这本书 我每年呢 为了给大家减破 以前的时候 是把所有的题 都从这本书里来出 这个考试 但是呢 到时候我一看 同学们考试的分数太高 到回来以后呢 我现在呢 已经准备进你这件 你们这件 开始改变整整 啊 也是3分之2以上的 都从我们这里面书 你这本书里面的原曲来出 啊 3分之2 或者大家想看到很多 都从文字试 反正也不错 这是那一张 另外呢 我们来介绍于另外的一本书